大家好,我是国人 读过了漫长账奏期 2.7版本也是终于上线了 上线了新角色夜兰 那么这个视频就来讲一下 这个角色的精神强度 这种定位以及抽卡建议等 各位可以根据时间轴自行跳转 但是这些视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这里预祝所有观众朋友们小包底不歪 祝关注三连的朋友们单周出金 十连双簧 夜兰水属型弓箭角色定位是-C 角色强度决定在T0或T1位置 普通攻击夜兰脱离战斗后会获得破局 下次满蓄力攻击时 可以发射一个破局时 遭受水元素范围伤害 E技能元素战技 迎落宗命锁 夜兰进入半影型挤走状态 碰到敌人会被路命斯标记 挤走状态结束时 路命斯将会爆发 对标记的敌人遭受水元素伤害 技能持续时间3秒 CD10秒 Q技能元素爆发 冤途玲珑头 获得一个可以放置后台的头子协助战斗 类似行丘的大 夜兰元素能量所需70点 比行丘少了10点 持续时间15秒 CD18秒 天赋介绍 被动天赋1 必要计算 在离跃远征派前20小时 可获得25%的额外奖励 被动天赋2 妙转随心 投资存在期间 场上角色造成的伤害 随时间逐步提高 最多增加50%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 是逐步提高 被动天赋3 猜先有方 存在越多不同元素类型的角色时 升门上线也会提高越多 这里官方言下之意 就是这个角色 不建议放在纯色队里面 下面来讲一下命之作 1名 一技能使用次数加1 2名 投资可以额外多打一次 葬了14%生命值的水元素伤害 每1.8秒触发一次 这个属于关键名作 能不能进入弧形中队 主要就看2名了 3名 一技能加3 4名 一技能引爆前 每标记一名敌人 就会为全队提升10%的生命上限 持续25秒 最多提升40% 这个其实也属于关键名作了 5名 Q技能加3 6名 在Q技能元素爆发状态下 夜兰进入运筹帷幄状态 夜兰的普攻将变为破绝使 能造成原本156%的伤害 运筹帷幄状态 最多持续20秒 将在夜兰发射5枚箭矢后移除 利用解锁之后 甚至可以拿来当主C玩了 天赋加点 主Q服役 这个角色可以放到很多阵容里 但主要都是吃他的Q技能的拐 角色升级材料如下 主要需要的就是 星罗与打愚人中掉落的灰迹 以及新地图层原剧烟心爆的素材 符文之耻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刷过材料 下面是武器推荐 五星武器首选夜兰专五弱水 四选中末接探之师 四星武器推荐 西风猎弓 落霞 祭礼弓 三星武器推荐 反曲弓 剩一物推荐 首选四绝缘 四选二宗式 二沉沦 词条推荐 生命或充能沙漏 水上碑 生命或双爆头 因为夜兰的伤害主要取决于生命值百分比 要不要带充能沙 取决于你的充能是否足够 好了 下面就到了最最重要的配队环节了 这里推荐两套阵容 第一套阵容是 宵宫 夜兰 云景 钟离 第二套阵容是 雷神 夜兰 班尼特 香灵 这两套阵容主要目的都是 替完掉原有阵容中的行秋 让行秋可以保留在其他队伍中 所以很多阵容里都融得下他 并不仅限于上面推荐的阵容 这里肯定有观众问了 他可以代替掉狐行钟离的行秋吗 因为本人是狐套玩家 所以这里就先给大家上几论 元素论 元素反应没有CD 但独立技能的元素附着是有CD的 因为Q跟E是属于不同技能 所以行秋是属于高频挂水的 并且胡桃的平A跟重击是属于不同技能 是属于上了两次火的 又因为火在水面前是第一级的 一个弱水是可以打出两个弱火的蒸发伤害的 行秋跟夜兰的Q是属于弱水 胡桃的E是属于弱火 所以没有两命的夜兰 很有可能是压不住胡桃的火的 所以即使你夜兰两命 输入手感也会不如行秋的 我认为夜兰是属于抛弃了保护 从而提高伤害的行秋二号 这个时候就又会有观众问了 他可以替代弧形钟离的阿贝多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钟离的E技能的柱子 伤害是会吃掉水元素附着的 当然也会吃掉火元素 而阿贝多的E技能 释放之后所产生的刹那之花 就不会吞掉水元素 并且阿贝多的E技能 还可以摧毁钟离的柱子 让柱子不再吞掉水元素附着 听完阵容的话 虽然提高了水 但是依然有概率吞掉水元素的 让胡桃打不出蒸发 并且阿贝多的大招是可以加元素精通的 元素精通也是同样可以用到胡桃身上的 综合计算下来 如果你把阿贝多替换成了夜兰 虽然伤害确实有提高 但是相对应的你缺少的是什么 缺少就是阿贝多的群攻 缺少的是有可能被吞水 缺少的是你的输出手法 没有以前的那么舒服 所以如果你的阿贝多 已经炼度拉的比较高的 情况下其实你没必要再去 在这个队伍里硬塞一个夜兰 不如把夜兰去当一个行球二号 放到你的其他队伍 如果你的比如说上面的队伍是胡青忠 你下面队伍是雷神国家队 是不是就在抢这个行球 你就完全可以来抽一个夜兰 来把夜兰来当做行球二号 来放到雷神国家队里 去来当一个替补这样去使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有胡青忠 但是没有阿贝多 这种情况下你也是可以让夜兰进入你的胡青忠的队伍里的 好了配队也已经讲完了 下面就来讲一讲抽卡建议 首先对于XP党这么帅气 还救过你命的大姐姐 怎么能不抽呢 是不是 对于强度党而言 虽然上述有提到胡青忠的队伍不适合夜兰 但是夜兰依然是二号行球 可以替换掉很多阵容里的行球 让行球不再那么忙 所以如果你打深渊有两套阵容都需要用到行球时 这个版本就可以来抽一个夜兰 把行球放到另外一个队伍中 并且未来3.0版本 草系角色上线后 水系角色也是可以与草系角色进行元素反应 更是拉高了夜兰的地位 这个角色仿佛是把未来可期四个大字写在了脸上 所以在这里建议 如果你有多余的原石是可以抽一个夜兰的 无论是现在版本还是未来版本 夜兰的就业方向都是比较好的 好了那么这一视频也是到此结束了 本期视频总号是7天 都看到这里了 求求各位真的给一个三连吧 好了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